仁耀孟俊瑞 Dans, 高 Andrew 先生 仁耀孟俊 成員啊 仁耀孟俊 歡迎大家來到一生美術館 參加我們一生文化系列講座的第10講 藏畫與中國文化 在我們正式講座開始之前 也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一生美術館和今天的講者 一生美術館在2015年的5月正式開幕 作為一間非牟利的文家美術館 我們致力與不同的藏家、藝術家和文化機構合作 一起舉辦展覽、出版刊物 為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出一分力 我們今次的展覽是第二個展覽 《一生異象 當代香港名家遊畫》 在11月份正式開幕 到現在亦都接近了尾聲 為了配合今次的展覽 我們的館長楊春堂先生 繼續推出一生文化系列的講座 楊先生在博物館工作超過40年 曾經服務香港政府和香港大學的美術博物館 亦都在香港大學教授過中國文物和博物館學的課程 楊先生在2013年開始擔任一生美術館的總監 主持美術館的工作 請大家將所有的享有裝置觀賞 以便我們的講座可以順利進行 我們事不宜遲也有請楊先生為我們開講 長話與中國文化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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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瓷器 今日讲藏话 藏话 有些朋友误会了以为我讲藏话 西藏的话 当然这个有可能 不过幸好我在我的 讲座里有少少的说明 不是讲西藏的佛教话 西藏的佛教话大家知道就是唐卡 Tanker 那里就是另一门学问 我还要读书才敢讲 今天讲这个题目 笼统一些 我相信有些朋友 曾经可能在三个月前 在会展 我都讲过一个讲座 叫中国古代的收藏家 所以今天的内容 就有些和我上次的讲座 有少少关系 不过 因为 今天 重点 就将那个收藏的代仗 就放在画的方面 我们讲藏话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 就不是西藏话 就是收藏的佛画 他说 如果有些朋友 从开始听我讲 中国最早的画 就在石头上 那怎么收藏 就没得收藏 是吧 铁了一个石头下来 没有可能的事 没有可能的事 那我们有历史书的记载 早期的绘画 主要是壁画 就是在宫殿 墙上 当然 在墓壮里面的墓壁也有壁画 不需要我再说了 墓壮里面的壁画 没有人去收藏 当然现在是另一回事 我现在当作文物 去保存这个历史价值 我们去收藏 在古代来说 任何死者的墓壮里面 找到的东西 都不会拿 拿了 除非你是一个不法分子 去导墓 导墓就用来变卖里面的陪葬品 如果不是 死者之物 在我们古人的心目中 不吉祥 以及冒犯了死者 如果有这个信仰 那个死者会跟着你 我举一个故事 多年前 我还在香港大学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社会名流 我不认识他 打个电话来 他说我捐两件 陶器的公仔给你们 我说有什么条件 没有条件 因为这个陶器的公仔 是别人送给他们的当礼物 但他发现这个陶器的公仔 在墓里面出土 他觉得不吉祥了 那么他要尽快解决了他 因此毛条件送了来博物馆 我说话方面 墙壁上的壁画 一般老百姓 我说古代 这个古代是很古的了 去到双朝 周朝 老百姓的 住的房屋上面 有没有壁画呢 大家都知道 答案都是应该没有的了 只有古代的所谓帝王才有 我们在历史书上面再看看 最早期 中国的皇帝 去收藏他画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周代 西周的周代 周代的时候 因为皇帝有个叫做祖庙 即是他供奉祖先的地方 祖庙当然有很多供品 即供奉神灵和祖先 那些器物 是有价值的 祖庙本身的墙壁 应该有画 因此祖庙 里面的器物 要有人管理 管理的人叫什么名字呢 就是我了 为什么呢 他叫春观 不是我 所以我爸爸改了我的名字 也就是要我做这些行 春观 就是管理周代祖庙的器物 的官员 另外呢 有一个大家都知道 很出名的人 叫老子 老子 那老子呢 曾经呢 做过一个叫做 就是首床官 那这个首床官呢 就是 做什么呢 就等于呢 我们现在的 图书馆馆长 现在的图书馆呢 大家都没有什么神秘感 人都可以去 但是去到那个时代呢 二三千年前的图书呢 没有的 是谁有的 是皇帝才有的 那些书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抄回来的 是竹简 是早期的书籍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老子做了Liberian 当然有学问了 就是理想做学问呢 没有书看 没有可能的事 那这些所谓的图书呢 就会管什么呢 就会包括了图画 那我们再看回 我们中国博学馆的历史呢 早期 就是中国内地的博物馆呢 就 不说第一间 第二间 到后来 民国的时代 国民政府的时代 那很多政府的博物馆呢 开始是隶属于当时的图书馆 就是图书馆下面 就有个所谓的博物馆 那我们 就是我们这行是一个附属品 那以图书为止 那这个是在西州时候的 情况 那 从这两个官 一个叫守藏官 一个叫春官 就知道 去到周朝的时候 原来皇帝 是有收藏品 那这个收藏品呢 但是也不是正式去专门收藏 绘画 它只不过呢 就是收藏 就是要管理的图冊 那因此呢 就管理了 绘画 那还有呢 大家都知道呢 当时的绘画呢 主要都是壁画的 那壁画呢 在墙上 上面不可能一件件 就这样作了下来 那我们再看历史上面的记载呢 真真正正 去到 历史上 有一个皇帝 去收藏绘画这个制度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一个大家熟悉的皇帝 就是汉武帝 西汉武帝 那西汉武帝呢 他在他的皇宫里面呢 就设立了一个地方 叫做秘国 那就是说呢 找一个地方呢 去收藏他的图书和图画 那这个地方叫秘国 那我为什么呢 说多几次叫秘国 这个字叫床 床是什么意思 收藏他的 是收藏他的 那收藏他的呢 即是神秘 秘密 所以汉武帝呢 设立秘国 这个名字很正确的 他就是 收藏这些东西呢 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 所以都叫秘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一新美术馆是公开的 没有秘密 是吧 很多播副馆没有秘密 我们不会叫他们秘国 但是你看到我们古代的文化呢 对收藏这个概念 是收藏的 那收藏起来 那收藏起来 那说呢 什么意思呢 不让你看 另一个再说是什么呢 是害怕你知 为什么害怕你知呢 你会拿走它 是吧 所以我不让你拿走它 因此这个藏字呢 就是说呢 我们中国古代的绘画 那个要求是什么 藏臂 那就是说 如果你有藏画 就表示什么 表示呢 你有些东西呢 外面是没有的 而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要怕你知呢 就因为这些东西 代表什么 这些东西呢 你没有权 你收藏不了它 你不会有一个秘国 你有了这些秘密的 所谓藏画 就是有一个经济上的价值 那就代表一个库了 那这个库呢 在经济上的价值 就是财 但是不是经济上 在文化上呢 就是这个财 那换句话说 你有藏画呢 你其实是藏库 你藏库呢 你就得到两个库 那谁人 可以有世间 最富的东西呢 就知道是什么 皇帝 那 那因此从 西汉武帝开始 这个记载 我们看到 历代的皇帝呢 为了表示他是皇帝 必定要做一样东西 有藏备 是吧 一定要有藏备 西汉之后 然后我们又找到一个记载 在东汉的时候 我们又找到一个记载 东汉明帝呢 它就 特别设到一样东西 这些画室呢 真是藏画的地方 那秘国呢 相信一定会藏上什么呢 图书 但画室真是藏画 那这个是东汉明帝的时候 这是东汉明帝的事项 那 我回到2000年前的刊潮 除了修藏画 还有什么好修藏 铜器 是吧 还有呢 铜器 铜器 那当时呢 日用品呢 很多时候是漆器 漆器 那淘气呢 是很粗糙的 因此如果想生活呢 质素高呢 就用呢 它的用品呢 是以漆器为主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回 二三千年前的漆器也好 陶器也好 什么东西都好 都有历史价值 但是当时来说呢 这些日用品呢 是没有价值的 是普通东西 那因此他们要收藏呢 就收藏一些 有价值 这种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更早的东西 更早的东西只有两类东西 一类就是肉器 一类呢就是什么 就是铜器 就是青铜器 这两样东西 那肉器和青铜器 再加上绘画 这三种东西 那我们现在很清楚看到呢 就是画呢 就做了主角 那为什么历代的皇帝 不会披一个所谓的铜器室 或者的肉器房呢 就偏偏有个画室 偏偏他们的被角 就专门收藏画 那一定有个原因 为什么要收藏画 不要说收藏 书一书就一定收藏的了 因为这些书最珍贵的 是文化来的 是学问来的 所以历代皇帝 就将这些书都锁起了 只有他看的 那你整班老百姓是文漫来的 你要看呢 你一定要忠心于皇帝 他才可以给你看 因此古代来说 知识分子是很少数的 那皇帝的统治手段 就将学问专利了 如何专利呢 就将这图书都锁起了 除了锁起这图书 他就锁起这些画 这个画的重要在哪里 亦都看到中国人 古人 即是古代的想法是什么 在唐朝 有一些 讲绘画的书 有一本书叫唐朝 《明画六》 这是一本书来的 《明画六》 我的作者叫朱景延 这本书是 如果你读中国绘画史 是很重要的一本书 因为可以代表了 中国差不多最早的一本画史 就是讲我们中国绘画的历史 以及一个最早的记载 那就没办法了 它所谓最早的记载 代替堂 再早一点就太零碎了 我们找不到 这位朱先生就讲 画是什么呢 他有句话 叫画者圣也 圣是神圣 圣是神圣是神圣的东西 为什么是神圣的东西 画 一幅画 是可以 去到一个时间 你没去过 唐朝的人 可以写汉朝的东西 对吧 一张画 也可以写 你没去过的空间 你在香港 可以写北京 你没去过北京 你都可以写一张画 一幅画 一幅画 你可以写你没见过的东西 你没见过狮子 你可以写狮子 一幅画 可以创作 你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 一条龙 没有的 但你可以写出来 所以 一幅画 是可以是紫尺千里 一幅画 可以是天地 有些角落头 你没接触过 你仍然可以得到 所以说 在古人心目中 画 是可以代表一切东西 可以表达一切的东西 亦都包含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以表达 感情 这是我们中国人 一直以来所标榜的一件事 就是感情 所以 喜怒哀乐 可以在一幅画里看得出来 一件铜器 看不到 一件玉器 看不到 你玉器 都可以雕刻一些图案出来 但是 看不到 那件玉器 带出来 那么容易 让你感受到的感情 所以 画者 性也 是神圣的 于是这个观念 历来 但是,我们中国人接受了他,要重视他画。 汉朝有画室,有秘国收藏一些画。 汉忘了之后,就到魏晋了,要读历史一路排队。 我刚刚说过,历来的皇帝,为了表示皇帝,一定要有藏画。 最容易的藏画是怎样呢? 拿上手的,对不对? 你的店铺倒闭,当然承包了这些东西。 汉朝忘了,马上去汉朝的宫室,就抢画了。 要抢。 因此汉的话,就会落去危,尽,一路顺序。 但是每一次转手,你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当然不见了那些。 是吧?一定没有了那些。 你有一千多年转一转手,可能只剩五百。 再转一转手,只剩二百,三百。 去到魏津南北朝的时候,中国的画,即藏画的内容,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原先,就是民间画工画的壁画为主。 到了魏津南北朝,你知道那个文化已经转变了。 又清潭,又整天的读书人,就要在社会上,又不得知,又要做官,所以文人的地位开始提高了。 所以,除了文人画工画的壁画之外,在魏津开始就多了什么? 多了文人画的画。 那怎样可以看得出来呢? 我们在历史书上被记载,这个时候的藏画叫做一卷卷做单位。 这个卷就不是说,就是一卷书的意思。 但是,就是当时的画是卷起来的。 那从这个格式,我们可以知道,就除了壁画是一件件之外,就是一般画的那些, 拿回家或者挖在墙上的画,就是卷起来的画。 那是否卷族呢?是另一回事。 因为我们现在找不到这么早期的画是怎样的形式,但是看到是一卷卷。 所以我们在书上面记载了,二千卷画,二千卷, 那就是说是二千幅画。 那在魏津南北朝, 北朝,如果你读中国历史,就是小宋民族, 而南朝就是汉族。 所以南朝的文化是较为发达。 南朝其中宋齐梁陈。 南朝四代,就以梁朝的绘画续成。 因为在书上面记载,梁朝出了两个皇帝,特别喜欢他画的。 一个梁武帝,一个梁元帝,梁武帝叫画画。 梁武帝!梁武帝,梁武帝的名字是萧逸。 它做很多画。 存到我们在书上的记载 我不信 我不信有24万幅画 到今时今日哪间博乐馆有24万幅画一定是知名 当然你说皇帝半碧江山 在那个时代量创 你当是1500年前 能够他存到24万幅画 有没有那么多画家 真的很怀疑 不过书是这样写 于是我就说出来 从这个数字我们不要去探究 是否24万应该23万22万 不要理会 但是这个数字就是告诉我们 量元帝的消息 就真的收藏了很多画 这个数字如果我看完后期的记载 它真的破了纪录 它认第一没有认第二 但是大家都知道 宋齐良辰都是很短的朝代 都是国家不稳定 很快灭亡 那梁就灭 即是谁灭了它呢 就是北面的西魏 那西魏呢 打到梁的首都江陵 应该现在是扬州那里 梁元帝就知道自己打败仗 他做了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罪人 对他自己呢 你就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呢 他打败仗 他的城呢 就会被西魏攻陷 一攻陷入来呢 除了其他事会发生之外呢 最重要一件事 他24万卷画 就会落在哪个人手上呢 西魏 于是他做了一件事 烧了24万卷画 他不让西魏都拿了 他这样做法呢 就是说我做不成皇帝了 我要落难了 但我都不让你西魏做中国皇帝 因为你没有了24万卷画呢 你就未够条件做中国皇帝 因为你没有画 烧了他 因此呢 记载就说 当萧役一路成为的时候 烧24万卷画 那当然一路烧 不是一个钟头都烧了 那我知道 那里正在烧画 去吧 快点去收拾吧 你当然要收拾吧 是吧 所以历史上说 收拾四千卷 24万只收拾四千卷 很痛苦一回事 那这四千卷呢 去了哪里呢 小手指都掃到了 一路这样下去了 宋齐良辰 辰 辰是被哪个灭呢 就是被我们圣阳拿了 除 除灭了辰 所以 这一批公室的话 就转转 一朝换一朝 那就去到隋朝了 隋朝呢 就是中国 面临另一个新局面 那里面 隋朝很短名 那里 圣阳也是很苦名的 做了皇帝也很短名 那个个都说 隋朝呢 最出名的皇帝是谁 是谁 那他爸爸就是阳坚 就是文帝 那说到这里呢 那说到这里呢 我当然要和姓杨说回几句好说话 隋文帝 统一了中国 好惹啦 但是呢 原来看回他的宫廷的秘史呢 隋文帝 杨坚 那里面 草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子 叫独姑氏 她姓独姑 就是如果没有记错 哇 这位杨夫人很厉害 她做了一件事 是历代皇帝做不到的 就是皇后很难做 她不让杨坚 有妾侍 就是不让她有妃奔 那杨坚就怕老婆 那所以呢 杨坚呢 和独姑后呢 生 如果我没有记错 生了五个儿子 全部都是独姑后生的 那杨坚做了皇帝呢 周围有很多漂亮的妃笨 只有个样子 完全是一个门面的功夫 那杨坚呢 很无奈 因为她怕老婆 那因为她这一个这样的性格呢 就令到呢 就影响了 下面 那些儿子的继位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独姑后五个儿子 杨坚不是大太子 大太子 我忘记叫羊什么呢 杨勇 没错 杨勇 除之前呢 中国所有的官呢 地方官呢 那个行政首长呢 就是中央任命的 好像现在这样 那但是呢 除了那个首长 中央任命之外呢 下面的department head 就由 行政长官去 找回来了 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就变了 除之前 地方的首长 就是什么 土皇帝 大权在压 中央如果管不了 那个地方首长呢 那就糟了 那就出事了 所以随开始呢 杨坚就说明 全国的官吏都要中央委任 无论你是 助理处长 总经理 全部都要做 因此呢 中央就集团了 那样子就开创了 中国政治一个 一个先河 就是杨坚 中央集团 就是杨坚 中央集团 那 那很多人呢 就骂他作运河呢 就用来做什么 游船河 那他真是游船河的 那没有办法啦 如果那样某人有运河 都可以游船河 是吧 所以 他在宫殿里面呢 就设立了两个地方 一个叫苗佳台 苗佳台 专修书法 就入了这个苗佳台 就专修绘画 那 那就可以看到 去到 徐阳帝 他很惨 他已经将它分科了 那 就很清楚 书法还是书法 绘画还是绘画 那种情形之下 就是一个进步 越修越多 但我可惜 因为 阿阳讲 徐阳帝 就生性 好玩 于是 在游船那里呢 就落 江南了 那夏江南呢 那怎样呢 他为了表示 他有文化 就将很多的藏画 就由北边 由洛洋 东都 东都 洛洋 就落江南 那便带上他批床马 那我们现在做博物馆 或者北京借文物呢 我们都要很小心 那 那我们尽量呢 就是 文物的运输呢 就坐飞机 因为飞机只三个小时而已 但是如果北京到香港坐船呢 就几天啊 那我希望高铁城都要两天 是吧 每一天呢 就怕一天 那我说了一个秘密 那那辆车呢 就搞到呢 老百姓 都不喜欢看的一架 很破落的车 外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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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由内蒙古 风尘滚滚滚 落到深圳 变了什么样子呢 当然不好仰了 啊 那我坐在司机旁边呢 有一个 好像老百姓的样子 啊 完全呢 不起眼 但是原来呢 他的袋里面 握着一支枪 那个是 护卫来的 是保护那些文物的 啊 那所以 那辆车一路落 那要睡觉的 要吃东西的嘛 就轮流汉奸 啊 那便尽量低调 不让人知道 啊 那便想一下 落到来成 譬如说 七日十日 哇 那个风险多大 所以你做博物馆呢 借文物呢 首选就是坐飞机 那当然你会说 坐飞机啊 飞机有事 什么都没有 在货柜车有事 二十四万都拿回四千 就是这样 啊 但是我们不计了 总之呢 就三个钟 四十钟 啊 就快快去去 混了一粒 随阳低 啊 杨港 在洛阳 将他喜欢的宝贝画 混到江南 一路观赏 一路落到江南 就是要表示他是皇帝 啊 他威 但是很可惜 他的龙船沉了 那虽然不是人家去打他 他 敗仗 他自己因为呢 那麽失策呢 就是我们中国很多宝贝的 他说呢 就在一个大运河里面呢 就失了中 至少没有了一半 至少没有了一半 那这个是历史上的记载 那就是随阳帝呢 大家都知道了 后来呢 就被他的大臣呢 杀了 那随之后呢 就羊花落 李花开 就是唐 唐巴弊啦 所以圣羊和圣李是仇人 但没办法 圣羊一定输给圣李 那这个没办法 那 唐朝 即刻立了 随的宝物 藏画 那 有一本书 《精灌公司画六》 顾名思义呢 《精灌》就是唐太宗 那这一本书呢 就是记载唐朝初年 有多少画 有多少幅画呢 我刚刚偷看一本书 298 都不够300 那你说24万 是否骗过呢 那298 其中呢 大概230呢 就是 皇帝的 所谓秘国或者秘府 所谓秘国 修裁的 其余那些呢 大概47张 就是壁画 壁画都算下去了 那你减一减它 那你减一减它 298 减247 只剩下21张 是什么来的 那这21张呢 就是私人藏家拿出来的 那从这一点呢 就带出一样东西了 哎呀 原来在唐朝有 Pirate collector 是不是 我一路说来说去 都是皇帝收藏 原来有私人藏家 这一回事 那这些私人藏家 很少的 20多张画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徐朝 一个大臣 大家读历史书都 知道他 叫什么名字 叫杨素 那原来呢 有几张画呢 就曾经是杨素收藏 那 那当然你说这些私人藏家 献了他的画出来给政府 要么是奉承政府 要么是被政府威逼 拿了它 那但是都是三百张画 那你想想 那你想想 在精冠 唐太中共有实力的时代 中国 所正如的所谓明画 一定是明画了 是吧 只是这么少数目 那在书本上面的记载呢 那在书本上面的记载呢 除了 拿回这些随朝的淨余的宝物 那唐太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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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他文采风流 他有文化 于是他做了一样东西 又是开仙河 就挑了个图章 叫精冠 就吸了到画上面 哇 真棒 就是打了个印先 你不要拿啊 你拿了这张画 就是以前神经 属于精冠的 就是唐太宗 那 那 这个是 人 那最近 我们 比较熟悉唐朝的历史 就是一段 娱乐性很丰富的 就是哪个呢 中国的 女皇帝 武则天 那武则天呢 就 就 将唐朝呢 那个政治呢 翻天覆地 那当然啦 他做了皇帝 就更加承受了唐朝的 臂府里面 的 傻话 那我们又看到 武则天 他是很宠爱 一对兄弟 那我们说呢 这两天 其实是武则天的面首 就是武则天的情人 那 那 据说呢 张氏兄弟呢 生得青 靓 白 啊 皮肤滑 又帅 啊 啊 啊 叫几个专家 画画专家 就照抄这些增迹 抄了呢 将那些复制品呢 就拿回入去 那个臂府那里 偷龙转放 他做了这些东西 他做了这些东西 又令到我们中国历史产生的巨变 又使得我杨某人很多东西要做 因为原来呢 这两兄弟搞到呢 中国社会出现了什么 有偽造这回事的 以往是没有的 怎样这两兄弟就走去偷奴转奉 啊 那就搞到呢 皇帝里面的藏画是假的 他拿了出来的画是真的 那拿出来的画是真的呢 那怎样呢 就当然是卖了出去啦 是吧 那 这样又好又不好 那就是说 在唐朝的民间 以往呢 就没有什么明画好画 因为这些这么矜贵的画 是被谁拿了 皇帝拿了 但是到了唐朝这段时间呢 就整个文化是转变了 就是说有一些好的东西好的画呢 就落了去民间 那你民间 我说到有public collector 那他就看到 哎呀 原来他有机会买到一套画 虽然这些画呢 可能在皇帝公室里面 走私出来的 但不要紧要啊 中国历来的藏画是秘密的嘛 不同现在 现在你有张画就 怕死没人知道 哇 我有一张画 一亿的 这样告诉人 但是以前不是这样嘛 以前一收到这些画 病坏了 给谁看呢 给自己看 给自己的子孙看 给自己的入室弟子看 给自己的好朋友看 给好朋友呢 就是切磋一下 观摩一下 交流一下感情 挡得难听些 是so cally 这些呢就是将自己的藏画 利用的价值 那 所以 武则天 做了短暂的皇帝 但是唐朝的藏画呢 有很多呢 就因为他这种不法手段 就流落在民间 而呢 皇室里面的藏画呢 竟然间充斥了些什么 就是如目昏珠 那唐代 另外有个皇帝很出名 叫唐元宗 就是唐明王 唐元宗呢 在中国他画史上面 是一个 很有影响的人物 据说 他是一个画家 我们中国人呢 用墨去画足 他是第一个 所以 你可以 写一幅 墨足 冒 唐元宗的名 这个是符合历史 那就等人家去鑑正了 叫墨足 那 唐元宗呢 做了皇帝呢 他就 就设立 两个部门 这个史呢 就是 官的意思 不是历史的意思 这个是官的意思 就是说呢 他专门呢 去派人去寻书 这个书就是书法 这个就是绘画 这个就是图书 这个就是图书 那 因此 唐明王的时代 呢 在文化上 是发达的 那 当然他又喜欢杨贵妃 那 我认识呢 他的命运都很悲惨 他喜欢的人呢 都没有办法 保护了他 慘淡收场 那 跟着唐元宗之后的皇帝呢 大家都知道了 办事能力差 那就很糊涂了 他糊涂了什么呢 那 武则天很糊涂 信错了 张氏兄弟 但是唐元宗之后的皇帝呢 他因为 那个国家开始穷 那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没有钱 那 想想赐给那些皇亲角戚 那没有钱买礼物 那 那怎么样呢 就走去 秘府那里 开来看看 哎呀 王羲之书法 这样 举例的 那我拿出来 那我送给你 那 那 那些唐弟弟 什么什么 结婚 好 又拿一张画 送给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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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臣做得好的时候 上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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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送一张画给你 送一送一送 造成唐朝真的有很多好的矩画作品 流落于民间 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 唐代后出了很多诗人藏家 见到他的名字 已经有名字出了 唐之前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诗人藏家 只知道有什么 有书法家 有绘画家 但是绘画家未必是收藏家 唯一最大的收藏家或者更余的收藏家就是皇帝 到了唐代因为有这个客观的情况 就变成了可以有条件去做收藏家 而这些收藏家就学了唐太宗 藏了一些画 这些画家呢 嘴带吸引 吸引 比如他吸引 最后还记得了,宁有秘珍 你看到他仍然用这个字 是秘 因为有私人床隔 于是有绘画的买卖 绘画的交易 一有交易就会有人作弊 作弊就是有偽造的话 从此就衍生了另一个行业 就是鑑政家 尤其是在唐之后 唐朝 亡了之后烂船也有三斤钉 他的画都仍然很好 落了哪个人手上呢? 南唐 南唐你又主要出名 所以江南的南唐 就是承受了很多先朝的话 虽然南唐五代十国里面 中国是四崩五年 但是以南唐的实力最好的 但我认识李后主也硬着 所以在南唐的时候 我们看当时的记载 就是说 有一种行业 就是这个字 眼 你听我过眼云烟 就是如果我杨某人牙策 你给一张画我过眼 那你知道什么事? 就是给我鑑政 就是过眼 哎呀你有眼 那谁人都有眼 但是这个眼就在绘画上面 就是说你有鑑政的能力 所以在元朝有一本书 真是叫做过眼云烟 叫周文 过眼云烟就是 周文本身是一个鑑政家 但是他去了几个床家家 看私人床家 看他们的床画 然后就过目一摊 就是过眼 看完之后 周文就是写出他的评语出来 所以叫做过眼云烟 这就是眼 这个就是鑑政方面 南唐就被宋灭造 宋 大家都知道文质彬彬 人民发达 那就是 宋太祖赵康人 大家都知道他一个很有手段的君王 他拿了南唐的东西 那些床画 那南唐的床画全部都过了眼 全部都是真的 是真职的 他还有拿到寓子 叫大臣去献画 我一收到这个Circular 死了 献画 如果让皇帝知道有画不献 有事 是吧 但是 又想讨好皇帝 没有画都走去买张画 那便献给宋朝 宋太祖 又学了唐明王一样 派官员去民间搜集画 三馆齐客 因此造成宋朝的绘画风气大成 那大成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皇帝画家 大家都知道我叫赵吉 就是宋徽宗 那大家 宋徽宗最出名的书法 《兽金体》 那我们今天不是讲宋徽宗的艺术 但是宋徽宗 对藏画的供应是什么呢 他书法就搜集了编成 孙娥 就是他的年号 他另一个年号叫《正娥》 因此 赵吉在他的藏画、藏书法上面 就把孙娥、正娥印上去 就像以前的皇帝一样 其中 我们讲的藏画 就讲《孙娥画袍》 孙娥画袍 就记录了231个画家 是6900 当是900 因为我记不到了 你当大约7000件画 那在这个画的数量 你当它是7000 画多不多 画少不少 是吧 但是竟然画家都是200多人 那宋徽宗篇这一本画史 这是一个记录 这是一个记录 要经过宋徽宗去批核 因为他有眼 他鉴定了之后 就在这个7000卷画 即几乎是 是吧 信他 就用他的瘦金体 就写上他的批示 他就是黄熙枝 书发了什么 用瘦金体写上去 吸引 但竟然间画家 只有231个人 你当是230 左右 那在全中国来说 哇 比较少 但这230个画家 真是顶尖尔 那所以 我们看数字来说 就很难作出一个很好的比较 你看梁源第24万卷 去到中国历史上 他画最发达的时代 尋徽宗 都是只有7000 都是只有200多个画家 那在南朝的时候 画家会不会有整万人呢 应该没有 你要有一万个画家 每人画二十幅画才有二十万多 就是要这样的逻辑去计 那所以 越早的记载呢 我们的问号越大 但到了宋徽宗呢 我们即是距离现在 都不够一千年 那所以呢 他的记录呢 应该可靠 还有呢 孙和画譜 我们现在仍然看到这本 这个版本 可以知道 但是 虽然你说 七千卷画 但是很可惜 北宋亡于徽宗 一亡 那又知道了 那些画又没有了 又没有了 就变成了南宋 有很多这些画呢 又是因为 又是因为 和金啊 打仗那些呢 失散了 一遭到南宋 那南宋呢 其实在北宋至南宋呢 在中国句话史上呢 出现了一个 很出名的人物 我不是讲苏东波 我 我是讲这个人 米肺 米肺是个官 他是一个书法家 但是原来他是一个大床家 为何他变成大床家 因为他有眼 他懂得去铐床 那于是呢 南宋的皇帝呢 就找米肺做了什么 铐政官 所以 南宋皇室的藏画 都要由这位 米大官员 去过眼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当然 他现在我们 认识米肺的成就 然后又看他的 他的云山 因为他用水墨 去写云海 是一个很有创意的风格 这个是南宋早期的一个画家 亦都有一个大的诗人床家 那 他因为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地位 才成就了他一个很伟大的诗人收藏家 如果不是呢 他有危险 就是皇帝可以立了你的诗人床文 米肺 他写了一本书叫书史 又写了一本书叫画史 在画史里面 他提出来 有两个人 器院 建议 、 觉得有 specialize。 有一 몰라 niet 一个 bize 有一页 就可以了 他不懂得鑑賞 不過他就要收藏 假裝是鑑賞家 這類人 天下很多 這些人 真真假假都不懂 於是收藏了所有所謂的藏畫 可能完全都是偽作 他將這些偽作 拿出去市場 哇 屠獨生靈 遺害民間 搞得我們現在有得混 有很多真真假假 這就是鑑賞家和好事者的分別 去到明代 明代已經 在中國藝術方面 已經去到一個 經過宋朝的演變 發展到明代 很多都已經很誠實 整個社會 原則上是很負草 原則上 你不要說東廠西廠那些 原則上是很負草 在明代的時候 有人提出米肺這個概念 就是 他不叫做好事者 他叫做收藏家 這個是明朝的說法 你要記住 不是我得罪很多現在的收藏家 當然 當然 這兩類 你們很容易分 就是說 是收藏家 未必是鑑賞家 他為何可以做收藏家 因為他有錢 他可以買 或者他祖先存給他 於是他就可以做收藏家 是吧 鑑賞家 是有學問 他鑑賞真偽 但他不是收藏家 因為他沒有藏品 是吧 所以 用現今的說法 大學裏面的Chair Professor 未必是收藏家 但他是鑑賞家 坊間很多大的收藏家 他未必對書畫的鑑賞有學問 但他有錢買 這個提出 就是在明朝 是做了一個結論 他的結論 你們可以值得討論 在明朝人的心目中 甚至到後來 清朝人秉承這個概念 兩者不可兼得 即是說 世間上 是很難找到一個 兩個身份都有 又是收藏家 又是鑑賞家 因為歷來的社會 只有什麼人 似收藏家 實非收藏家 似鑑賞家 也不是鑑賞家 即是古古怪怪 到清朝出現一個 好像是 又是收藏家 又是鑑賞家的人物 他就是大家都認識的 乾隆皇帝 建隆皇帝 即是清朝承受了明朝的寶庫 即是藏畫 落到清 到了乾隆 乾隆 他自為很有學問 他已經有這麼多天下間的名畫 他立了 書法 他立了 但他要證明他是有眼 於是 他就作了七個至九個圖章 他不是一個 七個至九個 最低限度是七個 中間那個就是乾隆余覽之寶 就把那幅畫中間的位置 一聲扔上去 所以 所有經乾隆 余覽過的他畫 中央近頂的部分都有這個章 這件事就污染了很多名畫 丟完這個章 其他有很多章 譬如乾隆鑑賞 古希天子 我記得 類似這個 七個 皇帝的人叫玉璽 七個玉璽 八個、九個玉璽 你看書可以找這些 出來 就是這樣吸引上去 他又學宋輝忠 就編了兩本書 宋輝忠有孫和書譜 孫和畫譜 他呢 他那本書叫石渠寶級 這個石渠寶級 就是講畫的繪畫 《秘殿朱林》這本書是講書法的 你可以看到 去到清朝 都是要避 神避也避 這兩本書 現在你可以看到 乾隆他們現在不是很久 但是 我們後來 現在的真恩正正鑑賞家 看乾隆丟印這些 丟了印 以為乾隆皇帝丟了印 是真的 是真的 現在去看乾隆皇帝不合格的 有很多畫是假的 但是呢 皇帝丟了印 個個都不敢出色 那如果你信他 那當然給多了錢 你唯一的錢是買乾隆皇帝的圖章 因為乾隆皇帝摸過 見過 就是這樣 所以呢 他的乾隆皇帝呢 仍然呢 不可以是一個 鑑賞家 那這個是 古人的觀念來的 那我一定要強調呢 你不要出去告訴別人呢 就說 楊春朗說世界上沒有鑑賞家 收藏家 同一個身份的 不是很多收藏家 罵到失魂 因為現在有很多 public collector 都是學者來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因為呢 他們呢 除了有能力去收藏畫 不要說畫 還有其他的文物呢 他還有興趣 再加上很多寶貴的時間 就真的去研究他的藏品 這樣就變為專家 到今時今日 因為社會改變了 觀念不同了 那這件事你們要注意了 我現在講的概念呢 就是清以前的 到現在呢 就已經一個很劇烈的變化 那當然 如果你本身 兩樣東西都有的時候呢 就當然是世界知名了 是吧 那 但是 隨便做了一樣呢 都是好事來的 那我們做博學館這行呢 就不可能做收藏家的了 那 那麼偽造的話 一路在書本上面記載了很多例子 譬如在宋朝呢 那我唐朝已經 張氏兄弟這樣做法 在宋朝的時候呢 亦都有那些 即是皇親國戚 拿了皇帝的畫呢 就拿出去 就找人偽造 所以不斷有人偽造畫 那有一些很蠢的皇親國戚怎麼做呢 蠢到怎樣呢 他有一張畫 很寶貝的畫 那就要分身家 有四兄弟 那那張畫呢 怎麼分呢 那你們都知道了 我不敢問你們為什麼了 把一張畫展開四角 因為一張畫 分給四兄弟怎麼分呢 我問你怎麼分呢 你隨便給一個呢 就打架 那唯有最簡單的 把一張畫分開四角 那我每個兄弟分得了 真的有這樣的記作 那當然這件事是不應該的 那從這一點呢 於是明朝有一些 鑑賞家就提出來了 即使四分一幅的畫 你都要寶貝它 明白的意思嗎 因為它實在有一張好畫 因為一張好畫 當然十全十美一流 保存的真貌最好 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的滄桑 它的保存的狀態 是會打折扣的 那於是呢 他就說 我們作為鑑賞來講 不要介意那張畫 齊不齊整 只要它是真跡 即使只剩下四分一 十分一也好 你都要去欣賞它 那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對藏畫的態度 這個明朝人提出來的 那明朝人呢 去到他那個時代呢 我剛才講過 社會富庶 那社會富庶呢 普通老百姓 沒有藏畫 根本沒有能力做收藏家 是吧 但是他玩什麼呢 他就注意玩遊戲 所以老百姓呢 他的所謂收藏 當然不是說 他收藏什麼 其實他不是收藏 他拿出來玩的 已經不是藏賣的 就是什麼 踢演啦 玩燈籠啦 雷素公仔啦 武刀龍劍啦 就是當是運動的 那這些是老百姓的懷疑 那好了 老百姓做這件事 我楊某人是一個文人 我有文化的 如果我幸運 我做了官 我有權 有勢 又有學養 我就不會做老百姓 那些所謂 民間的玩意 這些所謂不入難 那我們要做什麼 明朝開始 那些壞鬼書生做什麼 那些達官貴人做什麼 賞花 欣賞那些花 賞花 品名 飲茶 飲酒 墳香 種植蘭花 這些全部 就是所謂上流社會的懷疑 好了 這個這麼多的懷疑 要找工具 是吧 賞花 要找個花瓶去裝花 品名 要找個漂亮的茶壺 喝酒 都要那個酒具 要一流 墳香 墳香 明開始 很多香爐出現 這些香爐不是拜神的香爐 是壞鬼書生點香 我們下一個清池前那 有很多香爐 宋朝已經有很多香爐 種蘭花 那些花盆 要很講究 足企 大家都知道 那麽多種文人玩意 都牽涉了 器具 工藝 要靚 那麽 那我又挖苦 各位女性的朋友 爲什麽呢 爲什麽呢 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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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香爐最出名的叫張明琦 於是如果你要有一個人手造的品牌的香爐 你要找姓張這個 你要喝茶 有些朋友都知道 有個很出名的叫時大濱的紫沙茶壺 這些是名牌 如果你是文人去玩玉 在明朝有個很出色的雕刻玉叫做綠紫光 現在你在坊間見很多所謂古玉 就刻著叫紫光刻玉 小心 你不要看到兩個字就失勻了 那就真的過眼雲煙了 很多 是明朝的名牌 這些全部都是名牌 那這些名牌是什麼 是當時代做的 要記住這件事 即是你現在身上的名牌 你不會穿件故衣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眼筆筆已經有穿過你 只是當它文物 你不會穿在身上的 但這些都是時下的名牌 那你想想 有色之事 見到明朝這個社會 這班上樓的社會 不斷揮霍奢侈 搞亂了大陸 那整個社會風氣 那整個社會風氣 好不好 那這件事是怎樣去解救呢? 那因此呢 有良心的鑑賢家 於是寫書與立書 就提出來了 提出什麼呢? 就是 我們生活 不一定要奢華 我們的生活 一定要講求藝術 你號名牌 這些全部 都不是 昇華的藝術 沒錯 它是出色的工藝品 昇華的藝術 最主要是雅致 那什麼叫雅致? 哇 定義是什麼? 即是我文雅 你說我文雅都說我粗了 那什麼叫雅致? 於是那些鑑賢家 又要想辦法告訴你 什麼叫雅致? 因為現在所有的名牌 我們都覺得 不是一流 於是 他們很清楚告訴當事人 如果不是當事的名牌 就是雅致 明白嗎? 哇 你們厲害 明白嗎? 不是當事的名牌 就是雅致 就是雅致 那你說 楊春郎做過手袋 是否雅致 那當然不服 那要服眾呢? 不是當時 就是第二時 第二時當然不是未來 就是以前的 以前的名牌 就是雅致 就是雅致 那 開始明白了吧 所以要好古 他想說 他想說 那是雅致 是雅致 現在 是雅致 真是雅致 雅致 那是雅致 雅致 那是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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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翠的意思就是脫族 時下流行的款式就是族 不是族東西在旗 所以就要脫族 很清楚明白 脫族 真 在明朝的時候 因為那些壞鬼書生弄古造怪 種蘭花蘭花很香 但他又表示他買到一些很漂亮的香料 在一個很漂亮的蘭花旁邊點香 又有花香又有檀香 也不知道哪種香 真正的花香是甚麼 真正的檀香是甚麼也不知道 就浪費了 喝茶 喝茶 我又嘩苦 可能有些朋友現在是這樣的 在明朝人喝茶 很漂亮的茶葉 很漂亮的茶葉 下了幾顆龍眼下去 下了幾顆金皮 下了幾顆 就要明朝人喝茶 所以要真 所以你要畫一件事 要牙 要奇 要真 這個真 是怎樣找呢 其實是找出那件東西的真相 如果我們去看一幅畫 這幫鑑賞家姐告訴他們 面對一幅畫 你不只是去看它 用甚麼顏色 構圖是怎樣 而是看這幅畫 真正的感情在哪裏 即是說歷史在哪裏 背景在哪裏 意義在哪裏 你才可以欣賞到這幅藝術作品 那種價值 所以要真情 你喝茶又要這樣 喝酒又要這樣 你種盆栽又要這樣 要啞 要奇 要真 其實就告訴我 很多這些東西 我們都要回到以前那裏 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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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就衍生到明朝以後 雜古這個風氣 由好古變為雜古 所以明朝人 一個最高的境界 就是去雜古 就是收藏古物 收藏古物 看畫 亦都是怎樣 去收藏古畫 收藏古畫 好的畫是雅 好的畫是奇 好的畫可以看到它是真 因此 你見到我們中國人 以前畫畫 我曾經說過 介紹山水畫 人物畫 每個時代 有它的喜愛 最早期當然人物畫 人物畫是最難畫 但是到了明朝 我思想都改了 就是山水畫 佔第一位 我不再說了 山水畫 第一位 其中有一個很流行的題材 四時風景 春夏秋冬 為何這個這麼流行的題材 我就用來解釋 何謂真情 如果你是一個畫家 我叫你寫 春夏秋冬的香港景 你對著外面的海濱公園 春天是怎樣的樣子 夏天是怎樣的樣子 秋天是怎樣的樣子 你寫出來的 當然 香港的海濱公園 就很難分到四時的景物 因為天氣差不多 但是在古代 尤其是北方的社會裏面 春夏秋冬很分明 是吧 所以那幫文人 那幫畫家 他表達 一個地方對他的害傲 春天很美 春花秋冬 很美 但春天過後 春花沒有了 就變了夏天的淚雨 夏天淚雨來到 又有一個景 好像很不舒服 但不要忘記 夏天走了 有秋天的明月 我們又過了 但明月都會離開我們 就到了冬天的寒風 冬天寒風的消殺景 好像很淒涼 但不重要 冬天始終都會走 冬天走了之後 春天又來了 所以春花秋月都何時了 哇 有什麼所謂 是吧 因此 這四時的風景 是被我們作為一個觀賞者 不同的感受 但這不同的感受 對我們來說 是永遠有什麼 永遠有希望 於是你走上去 是我們中國內地的窮山惡水 沒有樹 那些水流很急 完全沒有好的風景 但是我們古人在窮山惡水 他必定會做一件事 就是建一個庭 建一個庭 就告訴你們 麻煩你在庭那裡 停後下來 停一停 看一看 那這個庭 通常是怎樣做的呢 這個頂蓋 是四個角 四個角是什麼意思 所以 春夏秋冬 所以 我們的祖先告訴你 在窮山惡水也好 綠柔柔的郊野也好 我們只要停下來 在庭裏面 在庭裏面 在不同的角度 可以欣賞到四方的景 亦都欣賞到四時的景 所以無論任何一個環境 我們中國都是這般美麗 明白嗎 哇 我這個思想教育最好 不是我作出來的 是古人 分我做全聲筒 要集管 有真情 有真情 等於我剛才所說 冬天去了 春天來了 永遠有希望 當你最困難的時候 你仍然可以見到一柱 柱角 當你最失落的時候 你都會笑的 任何一個最艱難的人 任何一個最貧窮的人 都會有笑容 所以這個思想 我們在藝術品上面 在這個傳統觀念裏面 就令到老百姓 每個各階層的中國人 都懂得怎樣去享受生活的藝術 生活是痛苦 但是有生活的藝術 能夠享受這個生活的藝術 於是 我們就會有生命 動得很厲害 我們都想著 春節來了 我們會過了個冬天 我們會有很強的生命力 當你有很強的生命力的時候 你就會有受緣 你就會長命 你就會長生 因此 到了明傳的時候 我們對收藏的概念 古雅其爭生壽 這六字真意 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 就是藏話的精神 你不需要做太極 不需要做瑜伽 你不需要做維他命乳 你記住 古雅其爭就會生仇 就會長命百歲 就會幸福快樂 所以明清以來的藏家 減少家 藏家 藏家 你明白啷 六字的道理, 每個都高壽 很多藝術家是高壽 真正的大藏家是高壽 就掌握了這個原理 到清朝, 明末清初 尤其是去到清朝 就越來越多私人藏家 提一提 明朝晚期 有一個大的收藏家 叫漢淵便 又叫漢子經 所以現在你看到有很多所謂古話 吸了他的印章上去 那些人要小心 因為原則上 經過這位韓先生 鑑賞過 一定沒有問題 於是我就偽造 偽造是這樣吸 即是你要知道 如果有人說 哎呀, 漢子經印 一定是真的 你要小心 因為印章很容易做出來 你要用你的經驗來看這個印章 是否真正 韓先生的印章 在清朝 也有一個鑑賞 叫安琪 安琪是一個朝鮮人 在清朝初期 當然他已經入籍了中國 那這些都是大床家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很豐富的私人收藏 而他要懂得去鑑賞 才能夠買到這麼多好東西 而建立了千千萬萬的 這麼多人去景仰 這麼多年來 這些雖然不是皇帝的身份 但是都已經流芳白勢 那就 藏家 為什麼我說 到清為子都很少有 既是收藏家 亦都是鑑賞家 因為收藏家一定要有錢 要買東西 在清朝的時候 尤其是 大家都知道 揚州 就出了很多鹽商 那揮州也出了很多商人 扮鹽、買貨 那這一幫做生意的人 他不是好像讀書人 就是懂得這麼多學問 但是有錢 有錢他就變成了大床家 而讀書人 我也經常說 讀書人有多少個那麼幸福 可以做了大官 沒有可能 很多都做不到大官 做什麼 就只可以 留在文革 賣字 賣畫 我小時候50年代 看到有些書生和人寫信 有些書生和人寫信 那這些全部是傳統社會裏面 文人的下場 是很痛苦的 但顧問論如何 是因為他有生意才做這個 那誰老闆給他錢呢 就是這幫生意人 所以揚州八怪 很多都是畫花圍畫 為什麼他不畫 山水畫 因為那幫生意人 不懂得欣賞 你所謂 心中的山水 他只知道他花園裏面有梅花 有桃花 我就叫你畫 他沒有某單花 你就畫出某單花給他 就賣給他 所以在清朝的時候 藏家的畫的品種 很多時候就跟著這個社會那個貧富的安排 而產生了一個轉變 由最先人物畫 到明的山水畫 到清朝初期的花圍畫 甚至花鳥畫 這件事就看著了那個市場的需要 我就拿了一本書 這本書不會傳給你們看 只有本書 為什麼我要拿這本書出來呢 因為我的腦記不了那麼多 這本書 就是明朝萬曆年間 我現在賣一本書 我已經就在這裡 給我一個安排 一本書 這個問題那很快 很快 都是個尊貸的 你以哪有 你是否覺得 你以下 《微水軒日記》 它寫了不是很多年 是萬曆萬曆 這本書很有趣 就是一個第一手材料 透過它的日記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收藏家 它每一天都接觸了很多書生 藝術家 古董商人 真真假假的畫很多 它都提過出來 我現在找到它其中一天的日記 它就和古董商人聊天 它聊這件事很有趣 它就說在它和古董商人聊天的那段說話 就說現在的人喜歡收藏什麼東西 這是我第一手材料理 金榜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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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給掌盤你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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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当时来说也很古老 所以这是第一位 他们的收藏家、铐上家 希望你看到这些真迹 第二位才到画 所以你看到在明朝的收藏对象 书法是第一位 这件事是很有趣的 书法是高于绘画 第三位都是书法 即是移了下来 第四位都是书法 第五位才是元代绘画 还有趣 元是迟过南宋 竟然南宋是第七位 明朝的话 他是明朝人 就是当代的话 在他来说是当代的话 是排得很早 是第八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都是书法和绘画 不见了什么 其他这些文物去了哪 书法和绘画 书法和绘画 这些文物去了哪 书法和绘画 书法和绘画 这些都是书法 明人的信 这些文物 是不是 一百多 一百多 一千区 好好好 童戲已經很前,前面全部是書畫,十一位才是青童戲,古勇跟著未, 但是你看到,古勇,唐代季言,古琴,版本書都是跟讀書人有關係, 所以讀書人買不到前面的名畫,好的書法,他都希望買一個古勇, 這個是呼應剛才所說的,好鼓,高鼓的東西就是牙,脫俗,就是旗, 所以玩個琴都好,琴都要生瘦,當然生瘦就開玩笑, 因為中國的琴,古代的琴是上漆氣,所以漆氣新立立令就很乾滑, 所以要看琴有沒有歷史,就看看有沒有裂紋,即我們俗語所謂的皮殼, 如果面頭就直接好像鱷魚皮一樣,蛇皮一樣,一塊一塊裂紋, 不要掉了,掉了當然不要養,就有這樣的裂紋,好像冰裂紋那樣裂開, 即是表示這個琴有歷史,那你買琴就要買這個琴,如果現在做的琴是沒有這樣的, 現在偽造的琴,這些裂紋就大小一樣,這個就是古琴,所以在當事人來說, 玩樂器都要玩一句古的樂器,所以你們現在小提琴,古代的小提琴更加值錢, 但這個舊鋼琴就未必值錢,但在古人來說,讀書人這件事, 這些送版書在目前來說都是一流的,是很難找的, 第十六,想不想不到的,第十七,即是植物, 乖石其草,即是說盆栽, 你知道盆栽是什麼嗎?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好的盆栽?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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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我已經種了二十年了 但最重要是一個盆栽 你明白的意思嗎? 球艷克的鬍鬚卷 叫球艷克 就是說這個樹枝是轉彎的 越轉彎多,越高格 很難種的 盆景是一個迷你的風景 你令到一棵樹木生得越多彎 在古人來說,越好的盆景 所以去花開買盆景 就拿著這個原則 如果一枝枝洞在那裡,除非你買竹樹 否則越多彎轉,就是最好的盆景 現在十八 現在十八 唐朝已經有多彎馬鬥 傳了很多這些工藝品 但是十六、十七、十八 都是跟那些書生對大自然的懷疑 因為我經常說那些書生做了摘藍 躲在一個書渣裡面,又想玩風景 那又怎樣? 做一個畸形的風景 這個畸形風景就是盆景 他不敢出去見世界 他關門,要享受這個自然的肥革 因此他偽造了一個天地出來 所以是假山假水 是畸形的花、畸形的樹 這個就是中國的盆景 這個就是中國的文化 這個是書生的文化 到十九,就是明朝對外的交通 產生這一樣東西出來 不是,我說錯了 我看錯了這個二十 不好意思 十九呢 又是跟書生有關,香料 因為我們中國很少有香料 那些香料都是東南亞來的 即是那些書生就要點香了 二十一 二十一 這些不一定是古老的茶 茶和酒 你家賣好嗎 是個二十一 你心想要他 都是你心想要他 人家賣好 有個人的 沒個人生病 他說 就是 那些東西 去到末路了 即是收無可收了才是收這件事 所以要下一次做的展覽是不入流的 名前人來說 好做不做瓷器展覽 人家排到23 瓷器 即是如果我講瓷器時 我會講到瓷器在中國文化地位 去到明朝這一班讀書人 怎麼看我們中國人做瓷器呢 我們現在個個知道 在古代來講中國人做瓷器最厲害 是吧 你想想去到明萬曆 原來是最最後的 我找到這個資料 就很大的啟發性 也都印證了我們中國 古人的收藏對象 他們在想什麼 即是我一開場 一路講 我們中國人 最主要的收藏對象 都是什麼 書畫 書法 為什麼是這麼高排位呢 因為它寫字 有字才有圖書 有書籍 但是畫呢 是很重要 畫 你不是很識字都可以看畫 所以為什麼歷年來呢 什麼人 只要你有錢 都可以去藏畫 但是你叫那幫鹽商去藏書法 他們不會看的 即是現在呢 我也很痛苦 放書法展 我還要認一下那些字 去草書 行書 我要這樣 適文呢 我都要有牌集 那我試過拿去那本書法大詞典 對縮它一個月 都找不到那個詞什麼 因為功力未夠 是吧 所以這種情況 古來已經有 但是畫是很重要的 藏畫 皇帝藏畫 有錢人藏畫 有權勢的官藏畫 老百姓藏什麼 老百姓 他的畫 是什麼畫 是畫片 就是我曾經介紹過 蓮畫 就是木板畫 每年換一次畫 對不對 那每年換一次畫 他用很便宜的紙張 很便宜的色彩 是不知名的畫工 是做了很多他希望的東西 年年更換 那這些畫呢 不是老百姓的藏畫 因為他不需要藏起來 他貼出來的 他告訴你們 那老百姓藏什麼呢 那老百姓藏什麼呢 去演繹出來 女性的生殖器官 用一個字 去講出來 是加個口就是吉 所以我們古人的觀念 男女交合為之吉 小心聽我這句說話 你不要說我識情 你不要說楊某人呢 宣傳濫交 因為男女交合為之吉 就是陰陽交合才產生生命 才有生氣 是吧 所以陰陽不調和 必定產生 不祥之少 所以 中國人 何為吉呢 其實要陰陽橋 古代武性教育 因此 在民間來說 民間不分老百姓 不分什麼人呢 很多時候呢 都長一張畫 又和我的名字有關係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 男女成長的時候 要結婚呢 父母呢 就買一張這樣的畫給她 她收了一張畫 要收藏起來的 因為呢 男女做這件事呢 在古人說是秘密 是一種秘密的氣 所以是不公開 因此 一般老百姓 很多時候 就為了性教育 不可以說 就直接給一張畫她看 那這張畫呢 亦都很少流傳下去 因為是秘密 不被人看 那這個就是古代的性教育 亦都說 這幅春畫 就是代表了 生命 在古人來說 一幅春畫 收藏起來 就是一個吉祥之文 那如果 如果我們寫 一個古代的生活 入到一個男女的睡房 如果你搜他們的 衣箱行李 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一幅春畫 這幅春畫 不是表示色色 可能這對夫婦 已經是中年人了 甚至老年人了 為什麼她要珍貴一幅春畫 就因為 她是一張 吉祥的畫 而這張畫 是表示 她的家 是陰陽調和的 它不是代表 男女交合 這麼簡單一個情操 而是代表了 家 是和諧的 做事是和諧的 你身體的健康是和諧的 是陰陽調和的 不是失調的 於是你做起事來 就諸是大吉 所以 從這個民間的信仰 可以看到 中華人在古代的社會 任何人都會藏畫 只不過老百姓 貧苦的老百姓 只是藏一張畫 而是皇帝 達官貴人 他藏的除了春畫 就是絕色的畫 一個普通百姓只有一幅畫 皇帝有千千萬萬幅絕色的畫 但我們家家賣賣 都是告訴你 所有的畫 只要是有用的畫 就可以令到我們 生活幸福 所以呢 來年也祝福大家 吉星高照 家庭幸福 就有空 會不會搜集到這些畫 如果有這些畫 其實是文化的精華 但是最好就是藏起來 將來呢 一定有價值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